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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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都認識了一位朋友 那就是我們的蘋果 來 哇 天啊 天啊 還沒出現啊 好 蘋果很重 蘋果要告訴我 蘋果 你認識助林 你覺不覺得你是第三者嗎 你覺得嗎 為什麼 因為他跟他以前就認識 也交往過 是現在分手了嘛 對 對啊 你怎麼不是第三者呢 可是 可是之前他們兩個先分手 然後我再跟他在一起 對 他們兩個先分手 先分手再在一起 分手之後 我先跟他們在一起的 然後 然後後來助林又回來找他 就是想要分手 所以錯綜真的有點複雜了 他們有分過 最早是他們兩個在一起分過 完了中間他又跟他在一起 現在又分過 最後他們兩個又在一起 最後又在一起 最後三個在一起 好亂 那你為什麼跟他分手 對 因為他認識了他 就是因為助林 讓他移情別戀 好 你能不能告訴我 那一天 你為什麼 你明知道他跟助林在一起了 你為什麼還要介入那個 酒後亂性的那個 或是說那個情況呢 為什麼 因為我認識他很久 我也很喜歡他 所以他的要求你就答應他 沒有 我也喝醉了 你也喝醉了 蘋果 你跟他發生關係的那一晚上 醒來了以後 你不覺得很 很沒有安全感嗎 因為這個男人又要離開了 你就跟他發生關係了 一夜風流就夠了 可是在女生 或許男生會這樣想 女生不會這樣想吧 所以你有要求說 甚至說我們能不能在一起 是不是 我會覺得 你怎麼跟他講的 我希望說他可以 就是我們三個一起 就是好好的 就是 三個最後 三個三角席題 最後變成一個和解式的 三個同時 曾經助林也答應過 是不是 所以你們相處一段 多長的時間 三個人一起的時候 幾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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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那段時間快樂嗎 不快樂 不快樂 助林 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快樂嗎 也不快樂 甚至 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男生快樂嗎 我快樂啊 好噁心啊 那我問一下 甚至 你愛蘋果嗎 有愛過 有 不是 我說現在 有愛過現在嗎 好 過去有愛過現在 我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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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鏡頭說沒有 來 沒有 那你愛志玲嗎 助林 我愛他 現在 愛他 還愛他 愛他 愛他 不要再傷害他 對 不要愛他 好 這個等一下 我們那個陪審團有話要說的 好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 你還愛聖智嗎 他剛剛你講 他不愛你了 沒有 你還愛他嗎 我愛他 你還愛他 我們三個人曾經睡在同一張床上 那他抱著他那 可是他還牽我的手 這只有你們兩個開心而已 最後 蘋果有沒有話要跟助林說有沒有 男未婚女未嫁 這都是可以選擇的 如果今天他還是不要你的話 他還是會來找我 好 那他已經做出選擇了 不要你的手才會來找你 這是你跟助林的話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公平競爭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聖智說呢 我還是喜歡你 蘋果也好 請請把蘋果 我還是喜歡你 好 蘋果我們先休息一下 辛苦你了 謝謝你了 來幫我們做證 來 好 接下來 我們剛剛聽到另外一件事件 就是我們的聖智 他剛剛提到 因為聖智 你要知道一個男生 他說到有點想要哭的 我都覺得是一個 真的是那種感動 就覺得說很心痛 心疼 那一天那個 你最受不了一件事情 其實就那麼一件事情 流到現在還是陰影 偶爾有時候還會打我們的助林 其實莫非就是因為那一件事件 就是他已經跟他在一起 一個月多 一兩個月以後 還跟他最好的朋友上床 對 那一個朋友叫什麼名字 Jason Jason 一起來歡迎Jason 好 要來了 你還敢來喔 你還敢來 好 那個廖話你還敢來齁 Jason 為什麼 你先告訴我們 他們剛剛你在後面 你有聽到了嗎 講的都是事實嗎 對 你現在是抱什麼樣的心情 焦厚 還是說你要把事情公諸於事 讓大家清楚理解這個事情 應該是說 對他有點虧欠 然後我也想 什麼虧欠 對誰有點虧欠 什麼叫虧欠 對 甚至 你竟然我才會把你打死 我說真的 好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 甚至說 來 甚至 我是想說 我也沒什麼立場能在講什麼話 只是希望世界的朋友 然後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能夠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然後看有什麼能補償 好 我時間都可以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再投他一次 是的 幹嘛這樣 好 這樣不是都好好跟你講 我怎麼好好講 祝琳 來 有什麼話要對著我們Jason說 來 沒有 我就覺得說 這只是 誤會吧 誤會 我覺得 有什麼好誤會對不對 朋友還是比較重要 我覺得你還是趕快求他 原諒你 求甚至原諒Jason 三個還可以永遠做朋友 好 怎麼原諒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陪審團 最後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們這樣做一個和解 待會我們動點腦筋一下 好 Jason 請坐吧 那我們今天謝謝兩位 這個男女主角 我們的聖志以及我們的助理 來到現場 今天的四位陪審團 非常重要的一環 又請我們的四位的陪審團 來擬定一個 建議書 這個建議書 到底對我們女主角 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我們的聖志男主角 又有什麼樣的建議 非常重要 來 請稍微擰一下好不好 好 開始做點 筆記了 這時候我們把時間給你們 好 我們的陪審團 現在開始做他們的建議書 好 我們要請兩位男女主角 請站起來助理 還有我們的聖志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問兩位 我們剛剛拋開 全部都是不好的 我們剛剛提出來 讓大家來做一個理解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難道兩個相處了一年多 都沒有感動的事件嗎 我想一定有很多感動的事件 一起讓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我想助理有沒有感動的事件 有啊 有 甚至有沒有 有 好 這個時候我們請兩位面對面 來告訴我們 到底有什麼事件 也是有感人的一個畫面 來 助理先說 來 請助理開始 就是 就是 你 當初 明明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 不是男女朋友了 甚至你也說 就是連朋友都不要當了 可是 當我真的出事 住院 躺在醫院裡面 就是病菸菸的時候 連動都不能動 連吃東西也不能吃的時候 你還特地就是騎車半夜 從台北趕到桃園來看我 就只是為了見我一面 而且 跟你在一起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確很愛玩 我做錯了很多很多事情 你都一再地原諒我 你的包容性真的比一般的男生還要大 雖然說 或許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可能你情緒沒辦法控制 可是 至少我的任性 無理的要求 你都會答應我 你都會體貼地 就是原諒我 那我覺得 就是非常我心 而且 當我家人 就是 不諒解我 不諒解我 然後 我出了什麼事情 他們也不會來 陪伴我的時候 你總是會陪到我身邊 這是助理你的一段感動的 覺得很多事情 男生跟一般男生 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其實他可以多陪他 比家人更加多一份溫暖 那這是助理對我們聖志所說的 我們請聖志 有什麼感動的事件 來跟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 來面對我們助理說一下 就 你家人都滿反對我們在一起的 然後 你 不顧一切地 幫我講話 跟你媽媽說 我們要在一起 我真的 我真的 很佩服你的勇氣 我也知道 你很愛我 雖然我動手打你 我承認我 說我對不起 但是 你也 原諒我了 我也真的很感動 你也不顧一切 也拼命地跟我在一起 也對你媽媽這樣子 我真的很感動 我現在真的只想好好在一起 我不要動手打你 好不好 我們不要分開了 我會真的好好對你 我不會像以前那樣 好 我還是愛你的 這一段自白 我們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這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對話 也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 層面的問題 就是他們提出的一些 任何的問題 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了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好 先請就座一下 兩位剛剛其實都很誠心的 也很誠意地說出 他們對對方的一種感動之心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敬意書就出現了 我們先來聽聽我們的陪審團 怎麼說 來 宣布一下我們的敬意書 有什麼要給我們 女生的部分裡面 跟男生的部分的建議書 好 助理我請站起來 還有我們的聖志 也請站起來 好 這是我們四位評審 一起來給予的建議 是 南方須遵守以下的交往守則 第一 找尋適當的工作 培養一技之長 因為學歷不是絕對的 是 第二 男人請你發誓 不要再對你的女友 拳打腳踢 是 第三 決心結束和前女友 也就是蘋果 藕斷絲連的關係 好 再來 女方須遵守以下的交往守則 第一 對於長輩 尤其是男方的長輩親友 要懂得尊重 第二 你要發誓過著規律的生活 不再以糜爛的生活為樂 畢竟整個身心狀態 要跟著一起調養 再來 一定要停止自殘的舉動 還有自殺的念頭 最後 愛自己 增加彼此的信任感 祝福兩位 好 剛剛我們陪審團給我們 女生有三項的事件 男生部分有四項的事件 如果女方 助靈 以及我們的聖志 能夠做得到 這幾個事件部分裡面 可以做得到的話 那兩個就擁抱在一起吧 我們誠直的祝福你們 如果做不到 各位調頭走 好好再來協商一下 好 進行最後倒數十秒鐘 好 兩位請抉擇 甚至你助靈會如何抉擇呢 分手雷台 好 兩位請抉擇 蘋果 蘋果有話要說 蘋果 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大聲一點來 好好講清楚怎麼樣 我們兩個這麼多年了 如果你為了他 那我們之後就不能再見面 我還是很喜歡你 可以嗎 好 我們先謝謝蘋果 蘋果好 你忽然插進來 我們也嚇一跳 來 請坐 來 對不起 對不起 比我更好的男生還很多 我和助靈真是真愛的 我們是相愛的 你不要再打擾我們了 對不起 我真的是很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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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吉隆忠誠俊俗 看到他們兩個手牽手 好 待會兒還有很多話 要對大家來說的 好 別忘了繼續收看我們分手雷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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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